目前国内的孕妇多半是接种莫德纳疫苗 不过一名孕妇她在打完第一剂AZ疫苗后 发现自己怀孕 也希望她的第二剂可以混打莫德纳 指示指挥中心表示 新冠疫苗不提供让孕妇混打 因为比起两剂接种同厂牌的疫苗 不良反应发生率还有严重度都会比较高 国内医师则认为已经有数据显示 其实混打疫苗不会对母体或胎儿造成影响 另外还有医师以国外的研究数字来看 在第一剂打AZ的情况之下 第二剂如果混打的是莫德纳的保护力 其实也会比边气强 经验指挥中心未来开放AZ混打莫德纳 第13期疫苗预约尽管还没开放混打 但指挥官陈时中说11月还是有机会开放 现在有一名新手妈妈 她在7月时接种完AZ疫苗后才发现自己怀孕 由于目前国内孕妇族群 都是以接种莫德纳疫苗为主 因此这名孕妇希望医院 让她第二剂混打莫德纳 如果接下来11月开放混打后 她是否可以混打不同厂牌的疫苗呢 我们会跟她解释跟说明认为 还是应该维持跟第一剂同样的疫苗 这样对她的安全性会比较安全 孕妇最担心的是血栓可能会造成流产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可以混打一个莫德纳或者是BNT 我想这都是可以的做法 一届中正反两种意见都有 日前指挥中心也没有相关规范 直到10月28号发出公告提醒 新冠疫苗不提供孕妇混打 主要就是因为根据其他疫苗的临床试验发现 第一剂接种AZ 第二剂再接种MRNA的疫苗 比起两剂接种同一厂牌的疫苗 不良反应发生率和严重度都比较高 也有医师班出医学期刊刺歌真的报导 指出以第一剂都打AZ疫苗来测试 第二剂混打莫德纳的后来有20%的人染疫 第二剂混打BNT的突破性感染人数更多 至于两剂都打AZ 后来染疫的人数更是高出一半 医师指出混打莫德纳保护力似乎比BNT强 BNT它的保护力 在几个月后就会下降 可能需要打这个第三剂 而莫德纳很明显的 它的保护力可以维持得比较久 两剂怎么打保护力最高 越来越多相关研究混打议题 备受关注 记者时间 林一星台北采访报导 再次发现好 看到了一剂的表情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剂的表情 感谢观看